那我们来到这个词族第21个词族的第二部分 我们还是戳刺啊 戳刺 这词族今天有点厉害啊 这词族上回我们讲的啊 就是往外突 然后呢 这到了这个词族啊 他这儿把你是攻击性的戳和刺 其中就包含什么呢 包含咱们说过的point啊 外国人为什么不喜欢用手指别人 don't point at me 经常会警告你别拿手指的指我啊 因为这种进攻杀伤戳伤杀死啊 所以今天的味道都比较重啊 主要包含的啥呢 第一个啊 它包含两个词根 第一个trud啊 第一个trud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punk 这个punk 这个punk我们都是在分析这个punk跟point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家现在可以先想一下啊 我们也天天嘴上挂着什么格林定律 格林就是错别字定律嘛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这个punk 是怎么变成point 指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会再说 这个词读人不多 25个 我们十来分钟呢 就可以把它搞定 比较简单 记住啊 它所有都是戳刺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trud 戳刺 戳刺人啊 人啊 人戳 对吧 人杀伤古代 不是 外国拿箭嘛 这个戳伤别人 那么戳出来是东西 比如说这个山峰啊 戳出来 也成thrust thrust 这个d就是这个t 哎 管他的了 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单词啊 thrust就是trud 就我们说这个trud 词跟trud啊 就是戳就是刺 啥意思 它就是戳就是刺 啥意思也没有 人叫猛冲 东西叫猛刺 或者叫推进去 挤出去 反正就是用力向前 这么啥 这样一次 就叫thrust 就叫thrust 这个单词大家记住啊 它就是trud 变来的 就OK了啊 好我们来点正经呢 来点正经 这单词用多 叫thrust 它什么呢 它也是戳 是什么 别人拿箭对着 你看到啊 这个图虽然有水音 但是你仔细看 是这个箭啊 悬在头上 指着你 拿箭指 拿箭指 我们也讲 叫箭指谁谁 想啊 别人拿匕首指着你 这这儿半斤是一种威胁啊 别有人拿刀对着你 你马上就感觉到不舒服 threat 这就是一种threat 这是名词 threat threat做名词没关系 它的重要用法是做动词 请看下面这个单词叫threaten 加一音 我们说这个一音啊 位置很灵活 它在前面也可以转动词 它在后边也可以转动词 它都是动词 好我再举几个后面 加一音变成动词的啊 whiten white 白 后面加一音 whiten 变白 漂白 weak 虚弱 weaken 削弱 使虚弱 大家想起来 这也可以打一个一让我看一下 想起来了没有 一音到前面 enlarge 放大 到后边啊 也可以变成动词啊 所以threaten 就是什么呢 就是动词 威胁 但是咱们的考试 我说的考研啊 考研 这个就 这个就坏事了啊 考研的专考什么 它专考新闻用法 记住这个to 当这个threaten 跟to搭在一起的 它跟威胁 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你记住啊 它叫坏事 不好的事情 有可能即将发生 等于一个 will happen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考点啊 很重的一个考点 因为它两个意思差的比较多 像它也是坏事 可能发生 也有这个威胁 箭在头上意思 但我们直接翻译 发声是最棒的 小心小心 注意这个to 注意这个to 好 下面来这个简单单词 非常形象 非常简单啊 下面单词叫intrude trude这里 我们一看 这不就trude吗 进 刺 戳 in 里边 我们说小偷 intrude my own 我的家里边 它就是戳 就是闯 然后加上进 请大家看 很简单 就是闯进去 入侵 外国人把这个自己的地盘 看得特别牢啊 我们就是私有财产 不得侵犯啊 所以你的intrude 就是扰乱 侵扰他人 对吧 intrusion 名词 只要抓住这个trude 跑不了intrude 闯入他人家 等于break in 那么intrusive 也没什么好说的 siveive if 形容词 那叫入侵的 闯入的 干扰的 打扰的 很好理解 我们来看 还记得这个吗 形容词后面 加上ness ness 那么立刻转为什么呢 转为抽象名词 那么intrusive 后面加ness 我相信也没有问题 就是绕着一个 绕着一个 都是intrude 都是入侵 打扰啊 好 我们先看 下面一个叫extrude 刚才叫进啊 闯进去了啊 现在这个ex表示out 没有问题啊 trude在这里 虽然叫戳 这个戳 大家记住 一定要使劲 记住啊 你戳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不使劲呢 所以这个trude 这里叫用力的挤 啊 用力的挤 l的出 就是把什么东西 extrude 挤出来 叫用力的挤出 压出 叫extrude 戳代记者 要用力 你不用力 那不叫戳 对不对 所以extrusion 叫挤出压出 大家如果谁 做那个塑料的话 叫挤出工艺 大家知道 现在这塑料 原料进去 一加热 然后那个模具 一挤出来了 那个就叫extrude extrusion 向外使劲戳 使劲挤 再来个搞笑的 更简单了 proutrude proutrude表示前 trude表示戳 伸 伸 伸 往前走 请大家看 这幅图已经告诉你 什么叫proutrude 你猜到了没有 猜到了打个一 这幅图已经非常明显 告诉你 什么叫proutrude I protrude my turn 你肯定猜到了 对了 伸出来 好简单 真的好形象 好简单 我这课我感觉到好简单 都不用上 所以大家记得啊 听这课一定要把前缀听掉 你不听前缀 你直接来听这个 好同学找反应 老师课好难 我说你听前缀了没 没听 没有及时 怎么可以听这个课 我天 你现在这个东西 就朝前身嘛 没了嘛 伸出嘛 好了 下面第二个 我们刚才说过的 punc punk 是怎么变成punc的 现在你再看一眼 我不知道刚才你想到了 我喝口水啊 看你想到了没有 这个格林定律你也能理解 你也能给任何人解释 你说这个punc怎么变成punc 好水喝完了 我们来看啊 u u u写成了o 或者u本身就是i k 就是t n不变 所以punc就可以 错写为punc 就是你背的那个punc 指次点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打个1 同志们看到打个1 这就是神奇的格林定律啊 看到打个1同志们 能听见吗 网又断了 吓我一大跳啊 好好好 看到了啊 好 所以我们看搞笑了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punc就行了啊 punc第一个 老外punc 就是punc和这个ch分不清 这谁都知道punc和punc 这个punc啥东西 就是出拳 人朝前打 你手里拿东西叫戳 你手里没东西叫什么 拿拳的往前 叫直拳刺拳 他在拳击上啊 不是勾拳啊 直拳刺拳就叫punch 给你punch 一拳打到 或者呢 我们用工具在东西上 打出眼来 也叫punch 也叫刺 也叫戳 好punch动词 那么punc ch表示名词 那就是戳出来那个东西咯 戳出来什么东西 动呗 一戳一个动 一戳一个动 这两幅图都告诉你 拿着一戳一个动 拿着拿戳到轮胎上 就叫punch 那么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做名词 叫名词动用punch 戳个动而已 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啊 这个单词比较长 但我好像看到 这是一个潮牌 不知道谁见过这个潮牌 见过打一 没有见过打二 叫acupuncture 就上面这个 我好像见过 这是卖潮牌衣服的 谁见过打一 没见过打二 那看来这个牌子不行了啊 这个acupuncture acu acu 就是我们将来要学到的一个词 叫 叫尖针尖锐 或者急性 叫acute 这个acu 就是尖的意思啊 他跟那个酸 尖刻薄acid 一回事 拿针去punch 拿针来戳你 acupuncture 是咱们古代的 不是咱们古代 咱们中医里边 最牛的一件 记忆之一 针灸 拿针刺你 看到了吗 看到了比较形象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我让大家猜一个 半天这些都很简单的 没少好玩的啊 下面人叫pugent pungent punk 就叫刺 然后ent 就叫形容词 加一个的 你能看到的语境是什么呢 你说啊 谁打开他做的这个饭 哇 这个饭里边放了好多大蒜 啊 这个这个 哇 好pungent 这个味道 好pungent 大家现在猜到什么意思了吗 猜到意思 打个一 叫刺 嘚 这张好 叫刺鼻的 刺激的 很简单来着 pungent 记住刺 一个嘚 他肯定就知道 下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形容词 啊 形容词 你读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是外国人的一个美德 什么呢 他也是pungent 是指 拿手指头指啊 这个UAL形容词 这啥呢 他用手指着啊 表上 钟表上面的一个点 指好了十点 就是十点 指好了九点半 就是九点半 指哪个点 就是哪个点 不能够改变 我指哪 就是哪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美德 叫守时 你理解了吗 pungent 我指几点 就是几点 好 理解了吗 理解打个一 同志们 理解打个一 pungent 记住啊 念法 这个词很重要的啊 老外一定要be in punctual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 老外的守时关键非常好 啊 pungent 所以pungent 这是我们的说了一种美德名词啊 人一定要准时守时 我指哪个点 就是哪个点 不能变 下面这个让大家再猜一个啊 pungent pungent 是点次 后面这些东西你不用管它 都是名词 你不用管它 你在哪能碰到呢 我让大家猜一下 文章当中你写作文 写东西的时候 这文章当中各种各样的点 是什么点 最速回答我 什么点 你写着写着蹭一个点 写着蹭一个点 你看到了吗 我们有full stop 有comma 有semicolon 对不对 有exclamation mark 什么点 标点 非常好啊 所有的标点 标点符号 叫pungent 你能看到的语境 只有你写字 写作文的时候 突然你看到punk 你来点 那肯定不是逗号 就是句号 加点 冒号等等 这些东西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狠一点的啊 下面一个单词 叫compactious 这个词不太常见 但是大家一看也能理解 kung表示一起 那这个punk表示次 shes表示形容词 这意思呢 你一定会读到什么意思 在语经当中读到 做了错事 然后这个人感觉到 compactious 叫一起 叫扎 扎什么 扎心 咱们中国人也叫 做错了事情 感觉万箭 穿心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你猜一下 我数三声 我就公布答案了 compactious 做错了 I feel compactious 我感到非常的 对了 内疚 懊悔 后悔 compactious 非常好理解 非常好理解 猜得很好 compaction 后悔 内疚 没有什么问题 万箭穿心 一起扎心 这事做的扎心了 不对不对 我没做错 我没做对 我做错了 好 下面一个 painter变成的 就是胖科变成的 painter 大家来看 这很简单 大家学了好事 做动词 点 直 直 点 做名词 各种各样点 大家看 可以用什么点 我老外用什么点 我就用什么点 point 第一 你的观点 等于viewpoint 第一个点 my point is 这是我的观点 第二 I can't get your point 我抓不着你的重点 也是个点 说我们当point 说 tell me your point 什么 地点 还有我们数学里边的小数点 外国人用什么点 我们用什么点 非常好理解 OK的大V1同志们 看到了没有 地点 重点 观点 小数点 大家看到了 你什么点 我什么点 很好理解 你不用管 point就是点 次一个点 我们来点 看到了 来点 来点难拿 好 让这个点和次 加AP 那么appoint 什么东西呢 appoint就是AP 就是借词 当没有加 所以这个appoint 转为词性 它是个动词 所以appoint就等于用手指头 指指定的意思 它分为两种情况 比如我拿手指着老王 或者指着我的下属小李 我说你去当经理 指人 拿手啊 你自己想 拿手 你到那边坐着去 这叫委任委派 第二种情况 我不指人 指定时间和地点 明天早上九点 咱们公园见 这叫指定时间地点 大家听到了吗 所以它是两种意思 第一个指人 第二指时间地点 所以第一个叫委派 任命 第二个呢 叫约定 ok看到打个一 我看网络好着没 很担心网络断啊 ok ok打个一 第一个指人 委派啊 第二个约定 好 appointment appointment 大家看到了啊 appointment呢 其实就这两种意思 也是两种意思啊 第一个委任委派 第二个叫约定啊 他多用在生活当中的名词 还是什么呢 外国看医生 一定要appointment 否则打死也看不上医生 所以他指医院里边的预约 其实也是一种约会了 指定时间地点 下礼拜三 你再过来 早上几点 医生在这等你 好 第二个 最牛的 我觉得最好玩 这个叫disappoint 我们知道dis表示否定 appoint就是我们说的任命 约定 其实他在词源学的本意当中呢 appointment刚才说不是委任吗 让小李去当什么经理 总经理 加dis表示否定 实际上什么意思啊 小李人家本来是经理 什么叫disappoint呢 古代就给他革职了 disappoint 这个任命取消啊 小李刚当了三天总经理 撤职 撤 因为做错事情 撤掉 所以这叫disappoint 这叫失望 但是还一个很好 很好玩的 跟中文很像 这中文叫失望 什么叫失望呢 我什么叫旺啊 旺是不是就我们说的旺见 见面 我们刚才说 appoint是还有约会 见面的意思 disappoint dis表示否定 是没见着咯 没见着什么意思啊 失望 失就是没有咯 大家体会到中文的妙处了 没有 就跟英文能够对上钩 体会到可以打个E disappoint 失望 我没有看见你 我好难过 失望 当然他本意是格职啊 disappointment的名词 失望 什么意思也没有 那好 再来几个奇怪的东西 我跟大家说点啊 下面一个 叫expunch expunch 大家来看看 这里的punch 这个歌 就是词根里边的 咯 punk 所以什么叫expunch x向外 这个punk就是点 这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本来意思 就是在别人的名字 比如这里 我有好多名字 这个henry 这个susan 这个kayla 对不对 我在henry 在古代啊 外国人古代 在henry的名字底下 登登登登 打了几个点 这什么意思呢 叫henry 就叫删除取消 他等于cancel和delete 大家记住啊 这个expunch 是古代 古代外国人删除 咱们现在都是拿线 划掉嘛 不是啊 但是呢 是不是拿线 华人名字不太 不太礼貌 直接在名字底下 登登登 点几个点 这个人out 等于删除expunch 好 再大家再猜一个 最后一个叫impun impun 这里的g不发音 impun 所以这个g啊 还是这个k 这个k 格不分 如果在这里不发音 什么叫impun 这里不是w 是李啊 我的妈呀 I'm a god I'm sorry 李啊 魔板没改过来 in 李 所以这里是内 然后这里叫刺辱 其实他在过去的古代 就是杀伤 古代打仗 就是古代伤害别人 用刀 用枪 现在伤害别人 用什么 请大家回答我 就古代伤害别人 拿刀 拿枪 戳死你 现在我们用什么 对了 唇枪舌战 所以现在叫 拿语言来指责 抨击 记住了吗 记住了没有 记住大一 同志们 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 二十五个单词过去了 我马上把这个 东西传过去 好轻松的一节课 先学前缀 再学这个 一点都不难 全所有的次 大家记着啊 所有的次 戳都是他 加上次前缀 便衍生出的各种意思 OK 好 这节课到这 好不好 我们明天继续 好吗 同志们 明天见 下节课再见 我马上